天然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这份其实又讲座的话 我们如果之前没有介绍过瓶地酸式 这份还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介绍瓶地酸 那其实最主要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解释了瓶地酸的面图 是吧 那好 其实这份其实都是一个图 想说什么,这些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云计算是分为私有云和公有云,私有云和公有云,什么叫做私有云,我先说,这个你们觉得大公司用的是哪一个,如果是个人用的是哪一个,可能跟你们的普通习惯不太一样, 我们的超级计算公司,大公司用的是私有云,而个人用的是公有云,什么叫私有云,就是我们不信任亚马逊,因为我的服务器数据是不是要上传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我的数据是不是要放在它的服务器上,虽然亚马逊会说,我们采用很多的安保措施,它采用的是人员,然后呢,ICL监控,没有密码钥匙, 跟经过一样,没有两个人同时拿密码和钥匙,无法进入,这样的方法,但是说白了,服务器数据还是要放在人家身上,很多大公司就不一定去认同这个事,所以它怎么办,像我们国内,比如说像浪潮,现联想,像我们这样的一些紧急的硬件服务商,他们都会自己来搭建自己的云,明白,那这个东西是超级公司才会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会买自己的服务器,通过虚拟化技术,是不是来做成,把它做成云服务器,然后给我们自己,或者给我的客户来用,听懂吗? 这只有顶级公司,或者超级大的公司,普通的公司都做,听懂吗?那私有运呢,指的就是什么?个人,中小公司,我们自己去买服务器,打网站,成本都非常高,效率低下,安全性,数据性,稳定性都非常差,那怎么办? 我去买,我去买一家我去的,我去买阿里的,能不能?所以说,公有运反而是给普通的货用,能不能?但是你小心啊,这里所谓的普通的货,不是指的是完全不懂得普通的客户人员,或者说普通的上管人员,它给的主要还是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计算机内员,本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己买服务器,自己打网站? 现在是不是使用它的就可以了?方便,简洁,成本激务器,听懂吗? 那,各位,你们以后绝大多数用到的应该都是西有运,那各位,这东西西有运,如果请针对西有运来讲,那么,其实它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见过亚马区运的,见过吗?可能还没有中国是吧? 我们有亚马区运章话,咱们学校有,它其实是一个网站,所有人不明码登录,然后呢,它所有的操作都是网站的图形界面,中文界面来操作,通过网页操作,所以我说,那个东西不用学,或者说就算学几天,一两天就能考虑,它是什么? 是不是就教你的网站怎么用?怎么在里面创建这个服务器,怎么选这个性能,然后选完性能之后是不是给它怎么付费?明白了,说什么?就跟你去买淘宝呢?明白了,说什么? 然后,选完之后怎么做快道,怎么恢复,怎么上传数据也得?明白了,说什么?所以,这个东西用起来很简单,纯保页图形界面。各位,之前的班级,我们的一期班级,没讲出去。 为什么?他们刚好赶上了亚马逊的云基酸大会,我们全体报我们之后,去了之后,大家每个人在亚马逊,人家给讲,这样学一点,OK了,会吧,咱们可能应该能赶上。 它现在,亚马逊的时候,现在正在做这个推广,一年一班两次,我们应该能赶上一次,如果万一赶不上,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网站,让您看看,回忍就行了,好吧。 那核心这种东西学的还是什么?自由的运气化技术吧,听懂了吗? 好了,分清楚了,公主有没有问题。 那,其实,在亚马逊,还分了一个模式,最可做一个简单了解。 第一,基础设施,新模式。各位,你们这是,它是最难的。 什么意思?它就像是亚马逊,阿里。 无反,亚马逊或者阿里,很租的,是什么?租的,是一台虚拟服务器,虚拟机。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装虚拟机了? 对。 租完虚拟机之后,你能直接用? 你还要用吗? 对。 咱里面是不是装Linjas操作系统? 咱里面是不是装Apaq服务器? 在Apaq服务器里面是不是去帮我干? 然后是不是才能被造的? 能不能? 所以,这种东西不是给普通的,它面具的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专业的网站开发人员,他们来做。 听懂吗? 但是,因为这样做,成本就别,我说过,是更便宜。 这样,数据的可高性安全性能高,因为我说,有可能是个损失10万台服务器,我的数据都不会有。 明白吗? 第三个,它相对来说,要远比你们自己去打,要简单得多。 它是不是一个普段? 咱往这样是不是点图标就行了? 远要比你去学什么Vinjas,去学俊女化服务,去学Apaq,去学这个东西怎么用,是不是要方便得多? 听懂吗? 所以啊,各位,这个东西可以预见到,它以后可以得到一个。 最起碗,你们之前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你们如果要想写一个各种网页,我买不起一台书信,怎么办? 有一种东西叫做租入空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 租空间,听过吗? 那个东西是虚拟主机,我告诉你,它有巨大的问题。 因为你的所有的数据,是不是相关于几家公司公共预裁的数据。 那我说了,硬盘一家档交,是不是所有数据乘不到它? 但是这个跟它比,是不是就绝对的优势,而且价格还要便宜,听懂吗? 所以啊,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人去租空间了,再租的都是钱。 那里面或者是,亚马逊的AWS,AWS就是亚马逊的缩写,听懂吗? 好吧,有没有问题? 什么V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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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知道,最起码跟我现在讲的东西没有,我脑海里有一个VPS,跟我说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好了,这是最早的,也就是说这是云记算最清楚的,最主要的一个服务,叫做ISA,或者说清楚奢侈技服,听懂吗?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PASS,或者说平台系服,它租的不是像亚马逊那样, 是把整台服务器做的,你是不是相当于是亚马逊那里租个台服务器,只是是虚拟服务器,明白吗? 但是,这个东西是吗?你租的是一个应用,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接触过ERP没有? 换供应管理其中,或者说咱们学校,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我讲招生吧, 招生是不是要学了信息统计,然后注册,然后登记,然后基本的信息查询,都要用码搜索, 然后呢,我是不是还有注册? 注册之后呢,我是不是还有注册? 注册是不是也要有系统来分配? 还有电力管理,就业信息管理,我们还学校的时候还是人力资源? 什么叫ERP?就是办公系统化系统,它是什么?专门找软件公司开发一个, 针对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办公系统,指定我们要用,其他人是不是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学校或者每个公司的部门结构是不一样的,业务流程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年这种ERP系统的开发生还是非常火爆的,其实现在也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行, 但是ERP有个重复的这些,它要求什么?开发人员是否人家开发人员是否人家开发完之后,人家派人去不走啊? 你要让我给你做收入服务,还得付钱吧?那你干嘛? 我是不是得找一个ERP管理员,他是不是负责来把我搞不懂的这些功能,是不是都能够实现? 但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是,每个公司的ERP都不一样,是不是? 我就公布了一个ERP,另外一个ERP呢,我是不是还得回来我,有吗? 能不能说什么? 所以ERP人员是俊男招务,因为你们开发的东西都是不统集的,这个就挺可惜的, 但是我当年是差一点去干ERP的,因为啥? ERP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只知道它跟其统越来差不多, 然后有个公司就问我,要不要去当ERP,我说ERP是啥?也不知道,很多年前都不知道, 后来一看,当时有一个叫做经典财款软件,那个其实就是最早的一个ERP的雏形了, 那个东西一看,我这么能干,这跟我完全不强差啊,然后人家说没事,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你来, 因为找不着人要啊,你只要能学会,后来想想的一切,我发现这是一个最精致的选择, 要干那个就惨了,我告诉你,这软件就都没了,听懂我说是吗?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那个东西相多,比如说,它是由专门的企业开发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针对这一个企业或者针对一个类型的这样一个ERP类似系统, 它租给你的,不是像刚刚租的是一台伏器,我是想要的那台伏器干什么都可以啊, 它租给你的是一个软件,比如说800匹区,这个东西是一个典型的做校园管理的这样一个系统,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跟它就比较接规,我们完全可以去买一个,听懂吗? 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大的局限嘛,但是它的好处,你不需要再去学习Linux了,不用自己当服务了,不用自己写批评了, 比如说呢,它的难度要低得多,它是不是只是一个应用软件而已? 就跟你学Office一样,学到Office而已,听懂了,咱俩说实话,Office要想学好还是挺难的, 能握着真挺难的,我们公司那些财务还能招生做这个Office,用完给发给我之后,我都不会用,真挺难, 但是我说,它是不是局限性太强了?说实话,Office还好,因为在能运现在的将来, 最起码五年十年Office还不会淘汰,但是你真要当时学的什么是金蝶,那你是不是现在就该实验了? 你明白的说什么?但是它的难度是比较低,明白? 还有最后一种是软件技术,它租的就是软件,比如说,谷歌当中的所有的APP, 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的百度APP,其实就是云服务当中的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百度地图,有吧? 如果没有名字算,百度地图绝对不能用,那为什么? 现在百度地图最大,或者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地图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吗? 原先是只能看地图导航,现在能干吗? 它能实时显示道路流量,有吗? 有,这个路堵不堵,堵的是不是就是红的?不堵的是不是就是绿的? 我告诉你,能有人服务支撑这个东西绝不可能实现,但是我说,那个东西要学什么? 因为有软件,打开是不是就会用? 那我说,三种架构是什么? 越靠几层的架构是越难,它是不是面对的越专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多,明白? 越靠上层的运用,这是不是只是个软件? 但是它是不是影响的运数就越多? 但是它的软度是不是就越简单?明白吗? 只是一个常见的APP,现在你们现在承用的很多东西都放在云服务里。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软件开发出来,放到云服务平台上,它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SaaS,能听懂? 软件级服务的东西,听懂吗? 那你们现在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的APP的时候都应该是这样的。 那,最专业的还是谁? 这个,IS,可能是,应该是这个,怎么都不知道。 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去剪写,OK? 好吧,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是学银记算的,或者说我们课程当中包含银记算,这样的概念是比较有的。 但是我们重点讲的,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也不讲它。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只是在银记算基础上的一个软件而已? 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来自己实现自己的运用? 听懂吗?这是不是才是核心基础? 听明白的说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最起码概念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概念要背了? 要不然出去之后跟别人聊天,别人说啥都不知道? 能听懂? 其实说实话,这几个概念我还真没变下来,我也变下来。 爱死,派死和赛死。赛死,赛死,赛死。 好了,有没有问题? 简单的概念要用,有没有问题? 好了,那银记算的点心就是这些东西绝大多数的都已经都见过了。 没错了,也没什么好说的,知道你了,好吧? 有问题? 这个都用过了吗? 百度人上线之后呢,突然觉得银统一盘是丧失个作用的,对吧? 确实啊,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使用习惯的点点? 对吧? 当年是不是特别想买一块超大的银统买? 后来发现,不是非常必须的,但是前两天京都特价,然后还整买了一个仪器的。 其实也不算大,但是现在很便宜了,是吧? 好的,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对了,昨天我想起来一件事,我从来不会用这个, 就是那个修图的东西,导致呢,他们都欺负我,因为咱们美工是不是都会修图我? 然后老婆把一些改一些图片,前两天把那个交流处里发的一个金钱人的图片,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吗? 那是美工发的。 然后呢,美工欺负我,我也就认了,因为是不是比不了? 就是,年代里面也欺负我。 他就找个美图秀的时候,给上边给你加个蝴蝶结啊,画个红颜袋啊,就让他发。 后来我昨天,下午好像面试的那个哥们没来,昨天本来说有面试的,没来,我就清醒了,我下个美图秀的时候。 哎,我说我也试试。 是,免得被别人欺负,没有还手之律。后来我发现,美图秀呢,他居然是网页版。 他是如果通过网页,把图片倒进去,直接在网上修改,不用下载。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吗? 那我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云服务器的支撑,靠他自己的服务器,类似他才能做的。 听懂啊? 所以我说,云气是你的身份,你的美人的身份,只是你不知道它是运行在云上的。 听懂啊?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听懂啊? 有没有问题? 走,简单说一下。 云气算的就是,这事是我反复再说了。 什么叫高可溶性? 瘫痪了一千台东西,数据不丢啊。 网站什么还是正常好卖? 简单方面的破产。 驯机,我绝对一百机金盘不够了,我再加一百机,可以吗? 但是,我为什么说,你们是不是每个人切数都是阿里面? 你们是不是听过的那些是阿里面? 我为什么就是说亚马驯? 因为我说,亚马驯鱼是反射网的真正人机算计的技术。 它的这个创造者或者开发者,阿里面只是它的护防者。 但是,我说,你们可能会觉得,阿里面是本土的。 它的界面要远比亚马驯鱼的操作有这方面,更符合工作,我们的习惯。 那为什么不说阿里面? 原因很简单,它的技术太大了,烂到什么地步。 咱们有一个网站叫做云克堂,都看了吗? 我的视频是不是在上场? 云克堂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买服务器,阿里面租入免费。 阿里面现在是不是有半年免费了? 免费的是什么?两基地存,二十个基地买。 没错了,那一开始是不是只是测试? 写网站是不是还没有用? 所以测试服务器。 测完之后呢,发现没啥问题,放到网上。 用了几天,二十个基地的流量,这个硬盘是不够的。 怎么办? 买了,买了一百基。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要把这一百个基的空间设定在二十基的空间里。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Linux的分区了? 我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百基设定加起来? 是不是要在人说不损害数据的情况下,是不是增大它的空间? 这个事情我说,就算是单太熟悉,我们是演出时间。 只要我们说搭绿,或者是LDS。 这个东西都显得显出,后来是不是都要想。 是不是就能时间过了? 但是,在安理人家网站上找不到这个选项。 王本就给他的客服打电话,因为付费了,对吧。 安理人家怎么回事?怎么不能加? 人家告诉我,我们目前没有这功能,还没开发出来。 如果要,等等。 那我说我这怎么办 他说我建议你把那个第一个分区删掉 然后重新做 我说废话要这么做 我还用什么 做不到 技术落扣 他所有东西都说 从阿里边一学的 亚马逊一学的 亚马逊的唯一问题就是 美国亚马逊的这个云 已经非常的稳定现实 所有的功能都已经非常强大 包括我说的 白天访问期 我把访问量增大 把带团增加 CPU资源增加 内存增大 一夜晚的时候把它缩小 自动实际 全部都可以实际 成本引着非常多 这个 就说非常好便好用 但是 中国的呢 因为我们中国政府的原因 它为了保护我们的本土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保护阿里边 所以它限制了亚马逊一的记录 在去年才允许亚马逊一记录 你记得吧 阿里边免费 是不是说现在头半年免费 对个人用过 啥时候开始的 2014年的年初 2013年年底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中国决定允许亚马逊一记录 它在干嘛 拉客户吧 拉客户吧 但是拉来拉去 你是不是在把基本的东西做好 它现在做得不如 但是阿里边 亚马逊的最大的问题是 就跟你们访问亚马逊网站一样 你们在亚马逊网站买过东西吗 买过吗 你们登陆网 你们为什么不敢上班 最大的原因是你觉得那网站太丑了 其实不是丑 而是它是把美国亚马逊的网站整体风格 把所有的汉字 因为变成汉字 就变成了中国亚马逊 也就是说 它的使用习惯是外国人习惯 中国人用起来 其实是分成别人的 当然我说实话 我现在就惯了 我觉得亚马逊用起来还可以吧 但是 导致亚马逊的云平台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用起来 第一次用的时候 什么都找不着 在上面什么都找不到 而且那个汉字翻译的 明明是中国字 如果有人写了多少啥意思 他在说什么呢 有这样的问题 听懂吗 但是这种东西是多可以平时的 慢慢慢慢就好了 但是底层核心技术 是不是才是进行对的 听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 亚马逊 他今年年底之前 应该被中国站就会完全打减 然后把维护使用都不见得正常下 然后有个专门的技术知识 导致什么能不能解决 听懂吗 所以一旦亚马逊正常 亚马逊正常 真的是美马逼 当然还是看个人习惯 你就用亚马逊 你用亚马逊 你也不会要求什么太处杂的功能 亚马逊正常也可以用 听懂吗 什么东西 在讲优势是吧 我其实今天说了一千 我在说什么 我说就在说它的优势 啊 不念了 OK 没问题吧 好嘞 各位 这块其实是 给初学者做讲座的时候 做一下说 人计算和人计算的关系 其实说白了 人计算其实就是 人计算当中的一个服务 我们Windows是用VMware来实现迅迹 啊 但是个人版的不付费的版本是 只能实现迅迹 但是VMware是能实现迅迹化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装成VMware 然后呢 把我们所有的续机连接 变成一个超级的相机 可以 只是 第一 它需要付费 不是免费的 第二 它需要用那个鞋板 我们的这种 现在用的个人版一般都不行 鞋板好像破的没有 目前没有 听懂吗 所以我们用的是Windows当中的一些东西 明白 我问你 这些东西是不是后来了解了 免费的 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Windows当中的 当然是免费的 太圆的 确实就是Windows最大的好处 对 董 那么 คร 我 这是